我認識一位師傅 我想師傅你知道的 叫鬼王德 你真的很厲害 當年很有名 因為他是專門捉鬼 所以叫鬼王德 我們認識他時 我們也問過他為何會捉鬼 他說他是茅山 他給我看衣服 不知道為什麼會穿一個洞 他說穿洞 而且他不會剩下錢 不會當作很多錢 說回他, 很多藝人去 他很熱誠 長長捧我們牆, 招呼我們 每個人都去找德叔 誰知道有一次他來香港探望我 順便他們做一件大事 有一間古老大屋 大家記得嗎?很漂亮的 大間石屋 他說來到就要捉鬼 他說那間屋已經很久了 他說因為很久沒人敢進去 所以就積了一些… 他們想賣那間屋去 其實可能是想重建 因為那個地方的地皮是很值錢的 對… 但是人們進去, 不是肚痛就生病 沒有人進入房子 當時他們聘請很多靈魂學家 德叔跟我說, 請到他來了 他說我來捉鬼 我當時就看德叔 你是不是真的會捉鬼 德叔的臉很紅, 像關公公 但是他的眼睛是陰陰的 有時候跟他聊天就說 這個人… 他說這個人… 他走… 什麼事? 我看不到 他說什麼?他不見嗎? 剛才走開了, 他說我看不到 我就很害怕 即是現在你坐下來都要說 你不要嚇我 他說你看不到我就看不到 他來捉鬼, 捉了三天 他說那隻鬼很難捉 他就捉了鬼在古墓上 帶回去馬來西亞 好嗎? 沒多久, 那間屋真的被拆了 再重建一個漂亮的大廈 是不是他真的捉了鬼呢? 我不知道